很多人把乔麦面皮买回去只会泡着吃 今天我教你一个好吃的做法 天热来上一碗 开胃油爽口 鸡胸肉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八角去腥 煮上10分钟 准备黄瓜切成细丝 小葱切成葱花 小米椒切圈 煮好的鸡胸肉放凉后撕成细丝 乔麦面用这种非油炸的 只需要开水浸泡3分钟即可 沥干水分之后 我们放入自带的料包 再放入黄瓜丝 鸡丝 葱花 这样一道减半的凉拌鸡丝面皮就做好了 口味酸辣爽口 面皮筋道爽滑 一周吃八次都不会觉得腻